前面是我的个人的一些推理 一些想法 我本来就住在西雅图地区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的想法 我没打算我们西雅图能发展得这么快 但是我可以让大家告诉大家的事 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他当初就隔离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是在最近的第一个 是应该按照整个历史上应该是第二个 整个故事链是第二个 他从萨克曼德过来 那个人他们夫妻两个呢 就把他们就隔离在这个艾瑞瑞那里 但实际上他们是感染的 他们是确诊的 所以就导致到他那边的老人家 患病的死的那几个 都是七八十岁两个九十岁的 就他只是一个诱因 他不是一个死亡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理由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结果 他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按照这样推理的话 我觉得年轻人在 在西雅图地区 年轻人就是五十岁以下患病的 一个还没有 一个都没有 半个都没有 现在 那按照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不是有的年轻人已经是患上了 也感染了 然后他在家里就好了 或者他就继续再去上班 继续的慢慢把这个病情夸张了 那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想法的 就是西雅图这边的这个流浪汉 那流浪汉们他如果他有其中一个胆养的话 他们一块吸毒 一块这个去 手头手摸的那些 就一块 睡在一块的那几个流浪汉 会不会也会感染 而且这一帮人里面 很有可能他们就去坐公交车 那坐公交车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这个疫情就很会短 在一个公交就是一个密闭空间 然后就短期内就会迅速起来 这个疫情 公交车的人 这个就假设吧 是一个在餐馆工作的一个人员 他他餐馆没有停车位 或者他就在当趟上班 然后他就坐车回去 然后就连不回去 这个贝金康啊 Colombia City啊 那受到流浪汉这些感染的话 他就会这一大片区 要么不要来西雅图这一片区 一旦开始的话 我觉得会比Colkland 比Snow Homest 比任何一个地方得严重 所以就请大家就回家的时候 这个用消毒液洗了洗了手 洗了手 这个用消毒液这个抹了鞋底 在门口弄好以后再进去 衣服呢也放在门口不要穿进去了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个目前我们能做的一个方法 我现在还要去打个疫苗 我上上个礼拜说打疫苗 我现在还没打 我打完以后看有什么最近的 我会及时的给大家一个播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